所以我是認為說 假如蔡英文 她真的是要展現她的包容心 我們要共同的來修補這個傷痕 你看看這場選舉 你說不管我們說 韓國瑜是什麼草包 她是多麼的懶惰 她是多麼的不齒 可是她還是有五百五十萬人支持她 所以這個傷痕要怎麼彌補嗎 所以我是強烈建議 我是強烈建議 而且真的是出自良心 我希望蔡英文能夠出來呼籲 就是說我們暫時停止罷函 罷函又不是蔡英文總統的 不是 一點我反對 因為選舉跟罷免都是民主的體現 不是 我是想 如果她是好的 她是好的市長 她是好的總統 我們就用選票來支持她 我跟你講 好 來 讓你感受一下 我跟你講 我是尊重 我尊重那個霸函團體的 他們的建議說霸函 當然 這件不是事情跟蔡英文總統 沒有關係不要就要站出來 我是尊重 可是你今天 不是 蔡英文總統不知道 蔡英文總統他不會講說 我們要怎樣 我們要包容 我們要愛以包容 我們要修補傷痕 那你想想看 你現在剛選完 這個有沒有傷痕 你不要說他贏那麼多 可是還是有五百多萬人支持韓國瑜 這也是鼓勵力量 這次的選舉已經高度動員了 大家先冷靜下來 所以大家要冷靜下來 我們就讓韓國瑜 好好的留在高雄 讓他好好的跟高雄人民站在一起 我們讓他做做看嘛 假如真的不好我們再來罷免嘛 高雄人民的心已經被傷透了 不是啦 109萬要創作 羅委員講的這個 羅委員講的這個我們也尊重 今天是這樣 我是覺得是這樣 我們台灣 我就剛提了嘛 大家都從一條船上嘛 我們沒有仇恨嘛 我們只有短章的誤解 他在選前還說那些霸凌我們 恐慌我們的那些韓反是 日語反串的 所以我們應該 我們要聽蔡英文講的 他真的是滿口胡說八道 我覺得你應該去呼籲 高雄市民能不能接受這種人做事長 他胡說八道 他也得到教訓 羅委員講很多了 羅委員講很多了 讓我們回應一下 我告訴各位 我們阿德聽不下去了 我告訴各位 以得抱怨偉君子 以得抱怨偉君子 以直抱怨 人家怎麼對我們 我們怎麼對人家 很簡單 那各位 那如果這樣的話 過去一年多以來霸凌我 黃光晴吳吊客食堂 那麼太多太多的人的 這些所謂的偏激寒粉 難道因為選舉結束了 所以我們就要包容他 就要操作嗎 沒有那回事 是非對錯 是非屈指 就只有一個 以直抱直 這就是民族 高雄人自己決定 高雄人自己決定 要受罵免韓國瑜 高雄人決定 因為蔡英文 總統不只在呼籲 一直在呼籲說 我們要愛跟包容 這個社會已經忽略成這個樣子 你現在是站在一個 不懶也不綠的一個立場 對 因為你現在已經 為國家的發展 你現在 對 我們現在應該是要把我們大家 那種激情要讓他沉澱下來 你有必要說在這個時候 已經是 我就講嘛 還是有五百五十萬人支持他 韓粉激情一年多 一天就要我們全部把激情放下來 各位觀眾朋友 這口氣你吞著下去嗎 這口氣我喝喝喝喝喝 你也多了 你吞著下去嗎 不是啦 光復高雄 你吞著下去嗎 100空九萬的高雄人 投票小英 蔡英文 蔡英文是總統 所以他要大家冷靜 你們已經贏了嘛 可是這口氣你吞著下去嗎 他已經贏了嘛 我可以再講一句嗎 不是啊 我可以講 不是啊 我跟你講 你不是叫蔡英文 你應該叫韓國瑜 韓國瑜馬上要收我們黑卡 韓國瑜馬上要收中央卡嗎 這是我的時間嘛 等一下 你的時間也拖太長了 摸遠 我現在主持人 你主持人 你先冷靜 你先冷靜 我先問你一件事 我是希望這些社會 我們大家放假仇恨嘛 冷靜 你家韓國瑜放假仇恨 有必要這樣子嗎 我問你 今天要讓這個 WeCare公民團體 暫停罷函之前 韓國瑜該不該出來道歉 我也建議他出來道歉 因為他確實應該 他怎麼要說一聲 高雄市民抱歉了 他怎麼秀入媒體 我不安分去選總統了 我願意回來道歉 好好搞市政 基本要說的 這個基本要說的 而且他韓國瑜選前兩天繼續告 韓後告我14條 韓國瑜該不會 他真是愛你包容 我也呼籲 他真是愛你包容 我也呼籲韓國瑜 對於在選舉期間 他愛我啦 我說我也呼籲韓國瑜 在選舉期間 他對任何人的告訴 全部撤告 他太愛我 太包容我 大家告我亂講 你以後人家勝利電視台 要變成兩例 那你要不要加一例跟四例 你今天因為他就是罵了三例 什麼變兩例 罵了兩例 所以他進到教訓了 他輸了這麼慘 所以你建議他就說 第一個要道歉 第一個 所有因為選舉 相關的告示 全部撤銷 對 先釋放善意 那你先一先看 你有沒有辦法接受 我跟你講 羅委員這些 就是把韓國瑜變成救世主 變成方濟各了 我告訴你 選前兩天 他輸到教訓了 他輸這麼慘 你就知道我們該為什麼插你 在國民黨裡面很多人在罵他 我一直支持他說他不能選黨主席 我告訴你 他以為告我們 就是窮的只先要告 你知道他選前的時候 還找一個國民黨高層 叫我們道歉 或者可能叫我們跟他妥協 叫我們跟他和解 叫我們跟他道歉 今天韓國瑜 他一定會繼續講 所有的過錯 就算是媒體有充分的證據揭露他 他就說你們黑我 然後他一定會說他中 那個中央卡他 他才高雄市哪邊哪邊做不好 他一定說他做得很好啊 幾個月就抵過別人做了八年 一輩子的這些工業 所以你判到他不會認錯 這個人就是假面被人家拆穿了 他就不是愛與包容 他是恨與殺戮嘛 不是嗎 選前做仇恨 階級對立 他已經叫 所以我們沒有仇恨嘛 我們之前就 你們之前也是 剛剛不是講說 他還有五百多萬票 他有學校教訓嗎 我來問一下王世堅議員 為什麼 因為他在政治上 他是反對韓國瑜 但是他私交上 好像跟韓家還不錯 你覺得應不應該暫停罷免 不不不 我不是跟他有私交 我純粹是 你是跟韓冰有私交的 韓冰是一個孝順的孩子 韓冰是想化解他父親 我是只想化合氣氛 剛剛太激烈了剛剛 不是 剛剛講沒有私交有感情 他是孝順的孩子 他要幫他父親化解 跟我在議場上那麼對立 所以他留下來跟我致意 那我剛好有女兒跟他同年 我感受到他是一個孝順的孩子 這我可以體會 但是我是覺得這樣 然後深受其害者 要他們說一時之間放下 那要原諒 要往前看 這不是那麼容易 我差你一步的就好 幸福的人 沒有要求不幸的人 放下的權利 當我們在一年多以來 被人家這樣霸凌 罵你的老闆老母 說你老母是幾年 說你老母要共甘 說要貪你家的人 說要會收你家的房子 你現在叫我說選舉一天 已經得到報應了 所以大家放下 不可能的事情 哪有可能的事情 我們也不用絲綢 我直接用公益 我該怎麼討回公道 我就討回公道 讓高雄人用民主的方式 罷免看看 罷免輸了 大家回歸正常的這個體制 讓高雄人 讓高雄人一百 控九萬代替創人 這些高雄人自己決定 所以我剛才要說的 就是說 因為我是二二八受難家屬 也是四六白色恐怖事件受難家屬 所以我很理解 其實簡單講 被害者才有原諒的權利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 罷免這件事情 我們把它看成說 如果是民間團體去發起 而現在也確實是 民間團體發起的 那這跟小英 跟我們民進黨截然無關 只是我要呼籲說 我要呼籲說 這個其實 我同意剛剛那句話 窮扣莫追 昨天小英總統有講一句 他說我們都是台灣人 台灣人都是一家人 當然這件事情要怎麼化解 第一點 韓國瑜個人 你要有那個勇氣 你要出面道歉 你要出面策告 那這樣的情況下 才看看我們整個高雄社會 能不能高雄市民 能不能給你一個觀察期 你覺得他會道歉嗎 他連光復高雄部堂下面 他都說是遮羞部 對 在我認為 以韓國瑜的個性 他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件事 只能順其自然的發展 但是我再一次強調 這件事跟民進黨 跟小英總統無關 那麼對於瑞德兄 他們受到了這些傷害 當然他要尋司法徒刑 人家他本來就應該 去討回公道 被害人才有原諒的權利 好 我們來看 短短14個月 我補同一句話 因為小英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要修補傷痕 那這個傷痕要怎麼修補 那傷痕修補的話 就互相對個人造成的傷害的話 我們就來彌補對不對 不到14個月 國民黨怎麼輸得那麼慘 對啊 所以剛剛都在講說 要愛與包容 要互相諒解 你覺得這是不是一個價值的選擇 我跟你講 選民就是告訴國民黨 你的價值真的 我換個角度講好了 距離年輕時代太遠了 大家都講說國民黨 這次拿到五百五十二萬票 是比朱立倫還多 我可以告訴你 我認為完全沒有多 因為很簡單 當時的投票率只有六十六趴 而且國民黨敗選裡面 就直接檢討說是有將近一百二十萬人 是沒有出來投票的 因為他們都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只是因為不爽國民黨 當年在這個年金改革的時候 沒有幫他們講話 所以他們所有人在選前的時候 起跳就是講五百萬 五百萬的當時是以六十六趴來算 現在投票率多少 七十四點九趴 韓國瑜增加多少票 五十二萬票而已 所以你如果從這比例上面來看 國民黨根本沒有在這一段時間 獲得其他多數選民的認同 也就是多出來的投票率 其實並沒有投給國民黨 就這樣結案了 所以剛剛提到說什麼愛跟包容 對 大家都講得很好聽 國民黨自己黨內都沒有愛跟包容 昨天開始找戰犯是怎麼回事 真的 馬上開第一槍 你現在要求民進黨 求民進黨 大家說放下 求聶德說你們要有起伏的 要不這樣 你們知道是怎麼逼的 有斷地叫我下臺 就是你亂搞 開槍的還有一大堆幫韓國瑜辯護的 所以為什麼在講說 這十四個月內大勝變慘敗 所以現在國民黨內已經在集中戰犯了 韓國瑜先去 反正去高雄 我們繼續休養生息 第一個戰犯要抓出來 就是吳敦義 韓國瑜第一句就說 我接下來我要回到高雄 禮拜一我就好好上班 那意思是什麼 沒關係 台北這次我沒管 你要去捕 你們自己去捕 可是問題是其他下面那些 當初是大家把韓國瑜碰到什麼東西 要的人 現在大家出來說 沒有 韓國瑜沒事的 他現在選得很辛苦 那個問題都是吳敦義 你看紅袖柱也開炮 然後還有一大堆以前 號稱是吳系的什麼議員什麼的 也都出來直接罵吳敦義 我都不知道吳敦義情何以堪 可是你如果實質上進來看 我剛剛已經先特別強調 如果就投票率來看 其實投票要拉到這麼高 可是國民黨沒有大幅度增加的時候 你再細看你就會發現到 國民黨很多地方的選票 其實都在調 我認為這個其實 當然第一個好 吳敦義有沒有 他在這個戰略上的問題 當然有嘛 你不然你找這個不分區或那個爭議 或什麼 或你自己本身要不要站不分區 那也大家都買到嘛 可是這個不分區名單他拿的跟民進黨一樣 十三席啊 我怎麼說他拍天啊 你嚇叫吳思懷嘛 都嚇不到 我講實際 民進黨的不分區名單漂亮嗎 老實講 意見給一大堆 很多人也沒有去幫民進黨 不分區名單做辯護 因為很多大家也有意見 所以你若實質看 蔡英文拿到了這個817萬票 對不對 可是民進黨的政黨票裡面 跟他將近差了三百多萬票 代表什麼 民眾並沒有認同民進黨的這個政黨 他今天只是因為 在這樣的一個選擇之下 很多區域立委是險勝 蔡英文雖然拿到了絕大的票數 但問題是他的政黨票 並沒有跟著蔡英文的票一起成長 所以在這個部分 民進黨也沒有特好 可是你可以回來看國民黨 有很多的地方是 包含你看高雄 東京的本命區 韓國瑜在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他2018跟他2020年 他自己個人在這裡的得票 就少了二十八萬票 在這裡面的蔡英文 在這一次拿到一百零九萬票跟韓國瑜這一比起來韓國瑜輸四十八萬票你知道嗎 那你這個大幅度的減半 不好意思啊 韓國瑜當時二零一八的時候 你現在在賜二歲 二歲你是絕對多數 以前高雄沒這樣過 你要怪什麼 你如果說高雄這張 你要怪別人嗎 你要怪無敦義嗎 你們自己的人都沒得到 而且你看這一次裡面還有一個統計是什麼你知道 幾乎掛挺韓的 也就是所謂的挺韓那些立委參選人 全部都沒得到 你看陳學勝 他自己高雄兩席的那個立委參選人都沒得到 省智慧 是啊 所以這些都攔到不能再攔得去 還有孝敬田 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說如果被外界認為說 他在這一次裡面 就是跟韓國瑜綁得非常近 其實在裡面都沒有選上 那包含他有雲林 你們製作單位也吃醋味才 韓國瑜把他放在一起 你知道嗎 因為雲林對他來講也很重要 你會記得他們家怎麼說 他說要讓雲林人出頭貼 雲林人去看不去 結果那時候雲林講說 我們怎麼去看不去 我們在台灣很多地方 雲林同鄉會大家都看不去 但問題是你可以看得到 雲林這個地方 其實他的立委 跟他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總統選舉 到最後你如果整個票數進來看的話 其實都還是輸的 所以你說要找戰犯的這件事情 OK 大家現在身材的吳敦義有什麼 你現在不快找一個出來 待會兒後來檢查我們就要怎麼 所以你看這一些通通都最好 好那我跟你講 其實你可以預判得到 國民黨吳敦義辭職之後 他接下來就會幹嘛你知道嗎 就會進入一場混亂 國民黨過去幾次 只要黨主席因為敗選 然後開始進行那個補選 或者是進行黨主席選舉的時候 所有人都開始沒你知道嗎 之前有一次四個人去選 那時候還有陳學生 大家選舉的過程都不是 證明自己有好你知道嗎 大家都拚命罵黨中央 罵黨中央名測不對 罵黨中央這個不行那個不對的 說罵黨慘 還會把他慘起來 自己人罵成一團 所以你說國民黨現在說不行 大家算去算了 沒事 大家放下 國民黨內部的自己都鬥成這樣 你怎麼叫外界先放過你們 星期一我可以繼續 回到市政府上班 農曆你要報 必須要抓緊高雄市的治安工作 韓國瑜敗選後 舞台上短短五分鐘致辭 這句星期一回高雄上班 請假三個月的他 終於要重回市府 但已經背上落跑市長的標籤 現在選輸了說要回來努力 其實他在上台前可能已經做了各種準備 晚間6點50分還在開票 副市長李四川跟韓冰一起 進入國民黨高雄黨部二樓 眼看選票漸漸被拉開距離 李四川表情很凝重 一句話都不說 其實三位副市長跟20多位局處首長 都到齊了 韓國瑜打算重返市政崗位 先跟團隊告知溝通 是否也代表之前辭職選評東立委的 前社會局長葉壽山 前觀光局長潘恆旭 前新聞局長王潛兄 都會跟著韓國瑜重返高雄市政府嗎 有市民認為不接受 把高雄當備胎的落跑市府團隊 藝人也酸 歡迎回來賣手搖引會幫忙算錢 而韓國瑜慘輸200多萬票 除了短短5分鐘趕言外 也臨時取消了本來預計的國際記者會 還有隔天完全沒有卸票行程 辦選再回到大家眼前 可能就是禮拜一上半日 在鳳山行政辦公室出現 但選輸再回來拼市政 市民檢視的眼光可能就會提高標準 更加嚴峻了 韓國瑜慘敗要回來當市長宣言一出 罷韓團體WeCare動作也快 同時間就選在鳳山行政辦公室 開記者會宣布罷韓腳步不會停下 而確定三連霸的立委趙天麟 也在發表慎選敢言時 表示除了持續推動高雄發展 面對罷免韓國瑜市長 他會開第一槍 接下來的罷免案讓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來推倒辜負高雄人的高強好不好 韓國瑜在高雄真的慘輸 看看高雄的總選舉人數 有229萬9558人 實際投票的有178萬832人 總統投票率77.446毒之冠 其中蔡英文奪下109萬7621票 得票率超過62% 是歷史上的新高 再看看韓國瑜只有61萬票 得票率僅34.6% 看得出來高雄人真的好怒 到底是何時喪失明星 網路盤點狂說原因其中一項 就是他上節目時宣布的這句話 Yes I do Yes I do會是你的答案 如果我被徵詢的話 我的答案會是Yes I do 引發一連串反彈 甚至延伸到一二二一大遊行時 50萬人上街頭表達不滿 導平你怎麼解釋這個817密碼 我怎麼解讀其實大家細看有很大邏輯在裡面 國民黨最麻煩的是我們雖然從381變成五百幾十萬多出來 其實最可怕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採取的我們採取的是和中 而不是反抗習近平 民進黨當民進黨祭出抗中保台 你沒有拿出民主反共跟 今年一月二號講的習誤點 就是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 你沒有說no的時候 選舉就已經決定了 不是一年多啊 不是其實習近平講這些什麼條例啊什麼的 民眾感覺不多 但是民眾有感覺就是說 你怎麼把我們Q有這麼差 波特王就是商業合作 蔡總統 他就被逼著中國去練下架 一個一個 這個民眾就有感覺了 這個就是要不要一國兩制的公民投票嘛 這次選舉嘛 你把他這樣定義 這是大概念好 那可怕在哪裡 我跟你講 可是你覺得中國會接受嗎 他會不會接受 他不接受他家的事 國共任何選主席的人 誰選一點都不重要 而是路線主張意識形態 那個才是政黨的規念 那才是中心思想 簡單講 能跟中共說no的人說 今天你再談一國兩制 你不恢復一中各表 國共論壇無限期終止 看朱立倫有沒有這個種 這才是國民黨能不能活的關鍵 你聽懂我的大概念了吧 第二 這次選舉 蔡英文多什麼票你知道嗎 為什麼八百多萬 我們最可怕的是 我們上次軍國要眉頭的 因為換柱啊 因為討厭馬英九年終慰問金 出來投了 這個是黨的基本派 國民黨已經從一個 50.1的過半出政黨 變成一個38%的中型政黨 面對總統立委接連慘敗 國民黨黨部弥漫 敵氣壓彈 難以不分區立委前警大教授 葉玉蘭卻突然又驚人之語 今天政黨票的國民黨得的席次 其實還算不錯的 所以說到底下架吳思懷跟下架葉玉蘭 是不是原罪 我覺得有待證明 國民黨部分區比起上次的十一席 竟不一席 葉玉蘭受訪時竟說 不分區選得還不錯 這句話讓誠實 警大同學的心肺市長侯友宜 不敢認同 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多元性 但是永遠也要去檢討自己啦 沒有什麼樣漂不漂亮的問題 一個個向民眾問好 選戰期勤後回歸市政 但公當慘敗 加上新費時立委直上三席 大家展侯友宜 臉上看得出失落神情 我們沒有理由去講什麼 輸了就是輸了 就是要面對 就是要抗起責任 就是要情侶的去檢討 往前走 選前侯市長平平出選的侯家軍 林國春 柯智恩 林翁月兒 林金潔這次全都失敗 距離國民黨喊出的 坐六搶希望八也有差距 一樣競爭背景出身 合有一根葉玉蘭對選舉 結果看法大不同 侯的挫敗與檢討 更凸顯葉玉蘭的這一番說法 似乎根本還沒搞清楚 國民黨為何失去選民的心 這整個方向 如果國民黨翻然悔悟 就跟習近平對抗 恢復一中各表 然後柯文哲也一定會參選 你怎麼對付柯文哲的參選 分掉你大部分是綠的票的10% 這也是很重大的課題 世間議員你同意他的分析嗎 我幾乎有50%以上不同意 就是說第一點 小平原你可以冷靜看 小英總統昨天那一篇 勝選的感言 我覺得這不但是我們台灣政壇 有史以來講最令人感動的一篇 大概放諸世界歷史 所有民主國家領導人 很少能講到這一篇令人動容的話語 說實在話小英總統你從他臉上只有瞬間一絲的喜悅而已 因為再來小英總統要面臨的是 再來未來這四年要把我們台灣帶往怎麼樣 正確的路上再繼續堅定的走下去 這當中會有多少的困難險阻 那小平原你太簡化了 這一次我們民進黨勝選的這些因素 那如果照你講的都只是靠的是美國 靠的是習近平他們的誤判 大部分 如果是怎樣 那你這樣講 表面上是在 你們這一年做了什麼 從大敗15千 這一年你們做了什麼 你表現表面上是在 小英 損民進黨 可是你傷害的是我們民進黨 不是 是我們台灣人多數 這826萬張選票 826萬位選民他們的決定 他們的智慧 你傷害的是這樣 我覺得你剛剛這一番講話 實在是很不好 人民集體意志的展現 在昨天就已經呈現出來 不是被你們這麼簡單的話語 如果照你們這麼簡單的話語 這樣一刀切 這樣講的話 你們再持續這樣下去 其實國民黨就真的 還會繼續再消沉下去 我再講一句 我補一句 他完全扭曲我的意思 我說如果我們推的是朱立倫 朱立倫的主張是跟老公說no 你們是有這個結果嗎 你這個沒有辦法回答我 但是有於現實性 我是同意王議員的 就是蔡英文總統昨天的那場演說 真的很感人 我們剛剛讓您看了前半段 他跟年輕人的對話 而接下來呢 他跟這個支持者的互動 他的演說 他要給我們一個更好的台灣 今天晚上是屬於全體台灣人的晚上 我們要謝謝台灣人民的勇氣 我要謝謝台灣人民的堅持 各位 蔡英文 蔡英文守住了 我們一起守住了這塊自由的土地 我們一起守住了這一個民主的堡壘 剛剛我召開了國際記者會 向全世界的媒體說明了這次選舉結果的意義 此時此刻 我的心中只有感謝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臺灣人民再一次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現了我們的尊嚴 展現了我們的自信 今天我們勇敢自信的決定 將成為明天全世界各大媒體的焦點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主角 我也相信全世界的民主國家 以及很多香港的朋友 都會為我們今天積極的決定感到高興 大家說是不是 中華民國台灣 這麼美麗而勇敢的國家 你怎麼捨得 不多看他一眼呢 在這裡 在這裡 我要跟大家說 我能夠領導這個國家 是我畢生最大的榮幸 謝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臺灣人民最引以為傲的事 從來都不是特定政黨的勝利 臺灣人民最感到驕傲的事 是我們總是在每一次的民主選舉之後 握手言和 彼此鼓勵 彼此包容 共同為國家的下一個目標 不分黨派 團結合作 我要謝謝臺灣人民給我的信任和支持 這一年多來 對很多人來說 真的很漫長 很辛苦 各位 終於可以不用焦慮了 今天晚上 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會在街頭狂歡 但是我希望你們今天晚上可以回家好好睡一覺 我要謝謝各位對民進黨 對蔡英文的鞭策 謝謝各位對我的不離不去 也謝謝大家 願意在前年的失敗之後 再重新肯定民進黨 在台上致詞 閻清彪的兒子 閻寬恆喊得深思力竭 韓國瑜遠道而來替他站台 兩人一同韶翔拜拜 要祈求連任成功 以大甲鎮藍宮董事長閻清彪為主的閻家勢力 長期掌握地方的派系 為了選舉 韓國瑜跟閻家父子經常一起出現 以為可以再創韓流效應 沒嚇到全台最大敗選意外 就發生在這裡 要韓國瑜高票當選好不好 只有放下小我成全大我好不好 出席中立國旗務申請活動 他是韓國瑜競選總部發言人之一孫大謙 從韓國瑜當高雄市長以來 不管是造勢晚會或是辯論記者會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還有和韓國瑜馬吉馬 有30年好招勤的立委陳學勝 上這輪節目就曾信誓旦旦 暫替韓國瑜炒房爭議掛保證 這些選輸的國民黨立委候選人 都有一個共通點 那就是和韓國瑜都黏緊緊 以開票數字來看 台中第二選區 台灣激進黨陳柏惟 以11萬多票 迎言寬恆5000多票 台北市第二選區更慘 孫大謙輸了5萬多票 在桃園第六選區 武黨籍趙正宇和國民黨的陳學勝 兩人票數則是差了3萬多票 韓國瑜過去是勝選保證 藍贏候選人都會黏著他 但短短一年 聲勢高漲卻迅速墜落 現在成了敗選某週 陳柏惟這是我的預測 我的預測 這個贏 韓勝選 贏120萬票 預測 根據什麼 我覺得好 這個到 待會開票這個 就為了客來驗證 我的這個預測主要 開票才10分鐘 陳徽文大膽預測 韓國瑜會贏蔡英文120萬票 但開票結果出爐後 必人預測錯誤 請大家原諒 實在好久一天之內改口 在直播節目中 為預測錯誤兩度道歉 韓國瑜慘輸260萬票 萬老師郭玉琴 甚至在臉書開直播 郭玉琴更呼籲高雄人 接下來交給你們了 館長對選舉結果也很有感 館長更大膽提出 謙言預言國民黨下一步 如果你國民黨不改革 如果你國民黨 還要滿嘴的謊言 一中各表 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 這麼輕忠的話 我跟你講 你一定會逐漸的 消失在台灣的政治權